大家好,我是乖秀才 这是一个从基本面的视角 然后再看它技术面表达 技术面表达的话呢,那么从咱们 从小结构到大结构逐一的去看 从小结构的视角的话呢,正好可以把咱们昨天 讲到教你超过108个系列当中的知识点能够被拥上 那么我们来看,从13个1毛3以来 它是一个5分钟的趋势下跌,趋势被迟 好,那么趋势下跌,趋势被迟 那么呢,转折的力度和级别 它有三种方式,哪三种方式呢 其实简化一点呢 指的是,例如说一个5分钟的趋势下跌 咱们换一个画法 一个5分钟的趋势下跌 那么趋势下跌过之后的话呢,如果说发生转折 那么分哪三种方式呢 一种方式是属于 围绕的最后一个中枢的中枢 扩展 或者说是围绕这个中枢不断的 其实本意就属于围绕最后一个中枢 进行升级,升级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的列说 给一个中枢和谈论高利有接触 那么可以用中枢扩展的一个视角 而后的话呢 有5分钟趋势下跌 可能发展成为30分钟 这个中枢呢,扩展升级为30分钟枢 而后的话呢,再走线下离开段 但是这个扩展就属于呢 下跌的对转折,盘整和上涨 那么这就是由盘整的一个表达 还有一种方式呢,这种方式就可以把它作为 最后一个中枢,中枢不断延伸 延伸的话呢,最终升级为更高级别的中枢 然后的话呢,不排除,再走线下离开段 那么呢,它由5分钟趋势下跌 又转化为什么?转化为由5分钟 升级为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调整了 这是一种视角 那么第二种视角是什么呢?第二种视角是 生成更大级别的盘整 这个更大级别盘整指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走一个本级别的反趋势 例如说呢,5分钟的趋势下跌 后面呢,走一个5分钟的盘整上 或者是5分钟的趋势上 那么这个趋势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方向更高级别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先端下 30分钟的先端上,这个先端上走完之后呢 后面还会对应三分钟的先端下 就是5分钟的组织类型结束过之后呢 后面还是会有5分钟的组织类型下 那么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下上下的 这样的一个更大级别的盘整 它指的是这个意思 第三种呢,就属于更大级别的反趋势 更大级别反趋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 由5分钟的趋势被磁引发的 引发的话呢,那么后面 直接升成上转过程当中 那么升成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30分钟级别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类型上 这就属于更大级别的反趋势的一个做法 好,那么当前呢我们来看啊 从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讲 我们重点观察的推向就是以 最近的这一个5分钟枢作为一个观察视角 那么以一个最后一个5分钟枢来 去观察视角它的一个 从9块9的位置反弹这个力度呢 是直接达到中枢里面来的 如果说这个位置反弹连前面这个低点都不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它还是下跌的延续 如果说连前面这个中枢的上方中枢的这个下沿都不接触呢 它是属于 还是属于 新的5分钟级别的三例卖点 那么这样的打出去过之后 那么呢,那么后面它的推演情况就属于 它是属于转值的范畴了 转值范畴的话呢 那么当前推演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从9块09的9块9的位置以来 那么当前先看这个位置能不能生成一个5分钟的中枢之后 再走向上的离开段 以及呢能不能生成 先看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运动 以及呢后面能不能给出5分钟级别的三点买点 如果说能 那么呢只是一个5分钟的由攀整上发展成为趋势上 然后的话呢 它有可能会上延更大级别的攀整 就是从前面的更大级别5分钟的更大级别是什么呢 是30分钟级别 那么30分钟级别19的话呢 从13块1毛3的位置以来 如果更大级别的攀整什么下跌上涨下跌 它是围绕着最错的攀整走势的一个定义来进行看待的 例如说上涨下跌 这就属于更大级别的攀整嘛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是一种剧情 那么后面什么情况下是值得重点去跟踪或者是把握机会点的呢 因为本身呢 从13块1毛3的位置以来 这是一个中枢 这是两个中枢 这是5分钟区之下的驱递被磁 驱递被磁的话呢 那么咱们前面讲的如果说 手中有的 你等一个5分钟反向运动 5分钟的反向运动走出来过之后看力度 如果他没有被磁 他完全可以等待一个5分钟级别的 关他给不给三点买点 然后呢再走一个第二个中枢 走一个5分钟区之上 如果5分钟区之上走完 内部有结构 有被磁 有被磁握住的话呢 他的力度 并不是那么强 就是日线的一笔下 日线一笔上 那么他呢同样要找卖点 找卖点 之后的话呢再观察他的回落 有没有力度 以及那是以什么方式进行回落的 好 这是当前的一个观察是要手中 就是有的 手中没有的话呢 咱们讲到日开的话呢 要等一个强几分 30分钟 5分钟视角的话呢 这个位置可以耐心观察一个 会不会给出一个5分钟的2 三类买点 如果说后面给出这样的5分钟的三类买点 力度比较强 这是可以作为5分钟级别的 新的进场的机会点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的话呢 只是这个位置 5分钟的线段上 进入了中枢里面来 如果给一个5分钟线段下回落 只要不破9块9的位置 他对应的都是新的5分钟级别的2类买点 只不过这2类买点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明显的量的那个支撑 没有日线强底分的一个作用下的话呢 他的力度比较弱一点而已 好这是对于方大 他说用5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的 那么我们再用更高级别的一个观察维度 例如用30分钟来去看 30分钟的话呢 我们重点从5块2毛3以来 对应了他大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 大的几个结构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30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30分钟的判断上 30分钟大线段下 30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30分钟走势类型下 那么这样的以30分钟 以30分钟走势类型组件的下上下 他构成了日线级别的中枢 因为中枢的标准定义呢 就是连续三个次级别走势的重合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继续往下面去看 这是一个30分钟的向上 走势类型上 日线的向上离开段 这中间的是日线级别中枢 好 这是一个30分钟的走势类型下 三个大线段下 好 当然是对应的当前的一个节点的话 是是属于属于什么一个状态呢 咱们前面讲更大的一个维度来讲 观察这个位置低点和低点相连 那么下方有这样的趋势线 做一个观察视角 二呢 前面低点是一个观察视角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一比下 虽然说跌的比较深 持有的时间比较长 对应的话呢 前面 5分钟级别三点卖点是有过一次应对 也是必须要应对的 应对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下这个位置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的节点更多的是 首先他这个位置呢 他一定不是找卖点的 就像那么如果说 就像在这个位置 你不能在这个位置找买点一样 不是在这个位置找买点一样的 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在这样的节点上一定不是找卖点的 那么是不是好的卖点呢 取决于有没有墙底分的公正 有没有 有是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如果说呈现了5分钟趋势被吃一买 然后的话呢 给出5分钟的 相比于一买下 给出5分钟级别的二来买点 如果说量能也没有 然后的话呢 力度比较弱 你能够识别 你可以不参与 如此而已 但是要懂得识别 所以说呢这个位置 他首先呢不是不是卖点 那么对于这是从30分钟的一个视角 其实观察的是对呢 这30分钟上30分钟下 30分钟上30分钟下 30分钟上30分钟下 那么中间呢是一个四十线级别中枢 下方有这样的趋势 作为支撑的节点 已经在前面这样的低点 作为观察节点 有的朋友说这就是一个大的双顶结构 有什么机会呢 双顶一定是要破景象位 才能成为双顶的 不能破没有破景象位之前 它的一个演化可以最终走成双顶 它也可以呢成为大的这样的一个洗盘 或者是大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 再往上走出这样的一个日线的趋势上的延续和发展当中 好这是用更大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日开 日开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它的一个大的结构 冲锋快报3以来 其实呢对应的还是值得进行持续跟踪的 那么呢有朋友呢 咱们前面在点评的节点的话呢 例如说我们来看有的朋友呢会 因为有的朋友呢可能前面关注或者是有介入 然后呢阶段性被套了 每天呢就想听听修缠对这支个股的一个态度 或者跟踪 不管是从技术巩固还是学习的角度 那么呢修缠的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也有朋友呢说哎我都不关注了 每天去讲一听就烦完全没有必要 完全也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老粉丝中的老粉丝知道了 咱们从什么时间呢从2020年的12月份 就已经有在这个几点 就是在什么在6块钱左右的时候 在五六块钱的位置就已经进行跟踪了 而且呢跟踪的话呢从2020年的 2020年的年末 就是2021年一整年都在跟踪的 这是老粉丝中的老粉丝了 那么呢哎关注时间比较长的 例如说在2021年的上半年就有关注了 那么在2021年的7月8号这个节点呢咱们跟踪到当前 涨的时候怎么去扩大盈利 怎么去拿得住 跌的时候的话呢怎么能够 哎 控制住风险 例如说像方大探数这样的一个 从13块一毛三的位置以来的那种调整 那么它的一个从残垂结构的一个视角来进行应对的话呢 咱们前面我们来看回顾一下 在这样的节点提醒过卖点 在这样的节点的话提醒过五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迟 五分钟 被迟一买五分钟的二来买点 好反弹的话呢前面靠近这样的一个节点的时候 这位置讲的是找卖点的 好这个位置呢给予抢底分之后 五分钟级别的二来买点 五分钟级别的二来买点 因为这个一买的话呢不太容易被把握 反弹过程的找卖点 低吸高抛的节点 后面的话呢这个位置给出一个五分钟级别三来卖点 三来卖点你只要能够急着应对 后面腿能调整下来 你只是说这个我对你来讲还适不适合你去反复去跟踪而已 那么呢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些失误是什么呢 卖点了不舍得卖 那么呢一旦跌的话呢也没有按照具体的方法 就是过早的过重的仓位就就接接回来了 或者是陷入每到每到相对高位的话呢 让自己搞成重仓 每一次地板压的位置呢就属于烦躁绝望 一次一次又一次都是这样 其实呢这就属于对于方法的检验 对于执行力的检验 对于自己心态的一个检验 那么对于方大贪数的话呢 那么咱们只是从技术的一个视角 多维度的进行跟踪 而且呢其实有些个股如果说呢业绩没问题 行业没问题 然而股性也没问题 那么如果说你是在历史的相对底部附近 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以半一年如一日 三年如一日的视角去跟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实现 不管是翻一倍两倍三倍的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就是业绩要没问题 方向要没问题 你关注的节点一定要在历史的相对底位去关注的 或者是持续跟踪的 你不能等到什么呢 等到已经翻了一倍两倍三倍 我做哎 当天趋势非常好 那么你在这个位置呢 再去上车 再去观察 再不要在顶峰时慕名而来 不要在低股时转身离去 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吧 那么放在交易层面来讲的短线你肯定跟踪当下比较强的 那么当下比较强的话呢 咱们前面 例如说呢像像有个粉丝说不明白为啥要做 没有人让认就是呢 修缠不推荐任何个股 对于任何粉丝朋友来讲的话呢 你如果感兴趣多听 听的过程当中呢 有的是以为手中可能 哎有有的朋友呢 可能是因为呃 持续收听持续跟踪 对于技术的巩固 那么对应的话呢 咱们近期的话呢 对于呃新的或者是呃短期的这样的热点来讲点评最多的是什么呢 点评最多的列说像数字货币在今年的年2022年的年初 包括呢像一二二二2021年的年末2022年的年初讲的最多的就这两个板块 那么这两个板块的话呢其实当下是非常强的 但实际上的话呢 如果说你对于咱们前面反反复复跟踪的一个视角来讲 不管是呃 说出货币方向还是属于呃 一二方向其实呢 这是咱们前面反反复复点评的节点 只不能对于有的朋友 如果说哎手中呃 呃有或者正关心的 那么修缠的只是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而且的话呢用这样的视角长时间观察和跟踪 已经呢呃用技术视角来去推演或者是动态的去应对 那么呢你才能够对于方法论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会 就像方大摊数这个位置来讲 在我看来的话 他反而是呃小的机位点附近 他一定不是这个位置 他不是一个风险点附近 风险点是什么 在他如果说后面给你一个日线的一笔上 五分钟的组织类型上 那量能没有很好的跟上 然后呢有背驰的 那么可能在我眼中他就是一个风险点了 但是可能对于很多固有来讲 哎已经走走稳了已经走起来了好可以去买了 这是呃这是一个理解的一个视角啊 就像前面什么前面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反弹的时候 五分钟系别三来卖点很清晰 很容易去识别很容易去应对 好 这是对于方大摊数的一个呃 嗯跟踪和技术点评 经过参考不作为买卖依据 再一次声明修上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衍生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包括前面对于医药板块 包括对于收集货币方向的呃 点评也好看好也好 或者是他也是从技术的视角 多维度的视角 只讲 只是这样的一个观察视角 只做一个参考而已 好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好 喜欢的朋友就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好再见 好